侯昌明一家四口连假都在赶工,国小刚毕业的儿子半夜帮忙烫衣服充千万业绩,网友赞报,好窝心。 侯昌明在荧幕上总是给人风趣幽默的印象,同时也是出名的省钱一哥,努力赚钱的同时也超会理财。 他与曾亚兰是圈内出名的空门抢钱夫妻,两人请于经营副业,也经营得有声有色。 侯昌明在脸书泡出半夜赶工的照片,网友看过照片后,打赞他们是最幸福的家庭。 侯昌明与曾亚兰结婚17年,育友一二一女,一家四口非常幸福。 侯昌明6月20日在脸书po文都已经半夜12点20分了,我们还在公司努力当中。 原来曾亚兰去年起在脸书自创服饰品牌Fashion Rivers,眼见成绩还不错,决定扩大经营。 。 夫妻俩在内乎租了歼30平的办公室,员工也从原本只有夫妻两人扩编至四人。 当然,要赚钱的先付出努力。 。 当天已经深夜了,侯昌明一家人都在赶工,她说亚兰拍照或烫衣服,让人感动的是连肯肯都说要来帮忙。 。 儿子才国小刚毕业,却不远父母扮演辛苦工作而主动要求帮忙,这让侯昌明非常感动。 对于这份副业,两夫妻用心对待,一点也不怠慢,也获得客户满满好评。 侯昌明更还是他个,尽量不要让客人等太久,敬业态度让人感动。 其实,在不久前的端午节连假期间,侯昌明也在脸书泡出一家四口袋在公司帮忙赶工的照片,配文,虽然大家都在玩,但我们很充实。 一对子女连假没得出去玩,不仅没一丝怨言,还会主动帮忙,这也让夫妻俩感觉欣慰。 网友也纷纷留言,全家齐心做事,很幸福,幸福之足的一家人,上下一条心真的非常无心,揪干心。 侯昌明也透露目前生意意渐渐上轨道赚钱,希望年营业额可充到上千万元。 果然只要愿意付出,就会收获丰美的果实,其实赚钱还是其次。 为了同一个目标,一家人上下一心,齐心协力,对小编来说,这应该是世上最幸福的事了。